乔布斯的禅宗冥想来源于中国的曹冬宗 曹冬宗在宋朝传到了日本 日本经过不断的传播 传到了日本的一个僧侣叫陵木俊龙 陵木俊龙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带到了美国 写了一本叫禅者的初心 让乔布斯看到了 乔布斯禅作很有意思 我要去学 跑到印度去学习想学正宗的印度的禅宗 结果发现没了 佛教已经没了 在印度 他非常失望回来了 发现真正还是跟着这个 这个陵木俊龙的禅宗中心在学吧 然后他就认识了陵木俊龙的助理 叫以川红文 以川红文同时也是乔布斯的证婚人 因为乔布斯的爱人 也是个禅宗者 也是个素食主义者 然后你想 哈佛大学的正念课程 包括在这正念检验课程 包括在正念冥想课程 那一套理论 它是从哪来的 是从日本的曹东宗传过去的 对吧 还有中国的这些僧侣 去了海外的这些僧侣 还有什么呢 中国的密宗 就是西藏密宗传到那边去 他们整合一套 好了 好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